明明是冬至 但在下午2點 台北竟然飆出了30.5度的高溫 創下了67年以來 冬至的最高溫記錄 不過這似乎是完全沒有影響到 湯圓店的買氣 下一個是誰 下一個 湯圓店是小孩 這一碗裝滿後 再裝下一碗 老闆的手從來沒停過 你還在上班 然後他請假幫我忙 然後他帶小孩 然後他也是幫我忙 親朋好友全叫來幫忙 才能應付大牌常用的客人 湯圓店訂單滿到接不完 還有店家拉起鐵門 只做企業大單的生意 冬至這天 湯圓買氣熱呼呼 就連天氣也是暖烘烘 像夏子 太熱嗎 好熱 今天特別熱 超熱 就跟昨天差很多 天氣熱得跟夏天一樣 但冬至硬景 吃湯圓才有過節氣氛 店家買氣完全不受天氣影響 不過看看天空 萬里無雲 艷陽高照 冬至這天 台北和新北吃淡水的溫度 都標迫了30度 板橋也有29.9度 實在熱翻天 至於高要回流 南方帶一些暖空氣的關係 所以溫度上的話 自然就比較高一點 冬天都不像冬天了 比起去年冬至17度 今年氣溫真的飆超高 看看歷年冬至高溫 第一名是1934年的31.5度 今年冬至下午2點1分 台北出現了30.5度 創下67年來最高溫的紀錄 不過像這樣的好天氣 可得好好把握 因為平安夜晚上就有冷氣團報到 耶誕節氣溫驟降 到時維京大一就得出動 才能遇寒 19TV菜品由李宗憲 台北報導 到 到 到 感谢观看